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今天把这一排盆子清理一下 过几天的话种上辣椒 油外菜种的还是比较多 长起来这个杆是不是像窩神 这个油外菜已经老了 把这叶子扒下来喂鱼 这个杆的话看起来挺嫩 也拿来炒着试试看 看一下跟窩神吃起来有什么不同 这个油外菜之前是整根折断 现在又长出来好多小的 不过现在也是不要 要把这些盆子清理出来 油外菜和生菜不招菜青虫 但是招这种芽虫 不过这一种的话还是比较好对付的 用洗碟筋或者是洗衣粉喷都可以 之前种的芥兰也是太糟虫子了 那个菜青虫真的是密密麻麻的 多了桌布银桌了过几天又是那么多 现在种青菜的话只能种些油麦菜和生菜 别的青菜的话都是好难种 之前也是种了一点空心菜还没有出苗 过几天的话再种上一点杏菜 这个鱼还是蛮能吃叶子的 罗尼喂的那些叶子全部吃梅了 这两个盆子之前是种的青菜和淀蓝 后来菜形成太多了我就懒得管它 现在长了特别多草 现在把这个盆子清理一下 育一点苗 之前种的菜心上个星期看着还好好的 这几天的话叶子都没有了 上面特别特别多菜心虫 也是把它除了过几天在这里种上一点杏菜 这个地方的话比较硬一点 适合种青菜 这里有两种油麦菜 这个油麦菜种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它芽好几天都没有出 这种就是我刚刚采摘的油麦菜种子 放到冰箱里四五天就出芽了 这个种下去两三天就会出芽 像一般的油麦菜种子生菜种子 都是放冰箱里吹芽特别快 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高洲油麦菜 这个是不是不需要放冰箱里吹芽 适合天气热的时候种 你们有水种过这油麦菜没有 放在冰箱里四五天没有出芽 这种这种粉丝比较高尔